渡假岛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它仅凭移动了 就吸引了无数老了 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吗 啊对对对 今天我就来会会他 挑战只用研究院的物资之间 渡假岛来的次数多了 就跟自己家似的 昨天当村长 今天当院长 或许再是忙的 好小子 你抽的可是今天的头奖 这几个不好好做研究 正傻话呢 刚才那两个跑了 我心思他也跑不远 前方有危险 前方有危险 面前全是人头 可我子弹不够呀 这几个兄弟落地成功 待会儿永远要回来找我的 研究院妙编乱层梗呀 这也太尴尬了 关键时刻梦难过醒了 nice 带你们认识了五个兄弟 哎呦多漂亮的三级桃 可惜上面全是骷髅 带上漏风呀 你听你听 我就说他们要回来找我的吧 就我这个可爱的脑袋 是个人见了都想抓 他们想归想 我的双枪可不答应呢 走东走西 走人身 跑来跑去 跑不掉呀 我好想偷 王者峡谷的少侠原来也光独家岛呀 看来还是作业不够多 一心好几拥呀 我就不一样了 简直是奇迹界最战役的藏蛇 听说雨林出渣男 沙漠出猛男 哦不知道这个风景如画的小岛有没有会脸红的小哥哥 有人有人先不讲了 好家伙 我脸上可还小 谁下看清我的脸啊 哼你跑啥 难道是我的样才吓坏了你不唱 哈哈哈哈哈哈 Ace NICE 整整九杀 怎么样 我不亏是院长吧 不挖不挖 西西搜索了一遍 也就拿了不到500发子弹 物品质同样 和四颗小猴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陋风的三鸡头 我的头皮真是越来越荒芜了 你们要是多多点赞 我可能会貌虑一点 这有脚步 OK 十刹到手 今天勇敢能破个自己的纪录 快来猜猜我今天能多少刹 十四刹当下 我今天要干掉一半的敌人了 最后一位兄弟 你就成全我吧 我做梦都像十五刹 天不随人愿呀 只用研究厌务自吃鸡挑战成功了 我是三叔期待你的投稿